花了十三個月整治新北市泰山區的大科坑溪河道 從原本雜草叢生雜亂 遙生一變成為有蟲鳴蛙鳴 還有候鳥惠來棲息的環境 大科坑溪舊河道 從新五路到中港抽水站口 蜿蜒大約兩公里 仍具有排水功能 但先前長期沒人管理 從前遇到颱風或大雨 還造成周邊住家積淹水 新北市水利局向經濟部水利署 爭取水環境計畫經費 投入七千一百四十三萬元 進行水域環境營造 用隔框的卵塊石及植生包 營造立於植物生長環境 也透過設置石籠營造水域高低差 讓水流鋪氣增加溶氧量 淨化水質 大科坑溪的自然河川營造 主要是讓杜衛區的居民 出門就可以享受 鄉下溪流的淳朴自然 新北市長侯又宜到場視察 也提到市府團隊 透過新北市河川流域治理平台 水利局和環保局合作 聯合加強積茶污水偷排 也預計2024年 提升周邊污水接管 達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五戶 逐步改善污染水質 讓河川恢復生命力 TVB新聞的廣賓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